經濟日報的投資業阿祖 今早推騰訊700 推介原因是港股上落市 在北水暫停之下 過去兩個交易日 成交金額降至不夠1000億 北水明天恢復 預料有資金提前部署 股份可以留意北水外股騰訊 受到內地反壟斷監管 和大股東減辭的影響 騰訊的股價沉寂了一段時間 大和就指 雖然市場對反壟斷方面的憂慮 仍困擾騰訊的股價 但相關監管風險可控 考慮到下半年 騰訊將會推出主要遊戲 現在的股值提供了買入良機 公司在5月16日會舉行年度遊戲活動 或者會成為股價的催化制 策略上